妻子的闺蜜上门投奔 还拉妻子去赌博 这让她忍无可忍 让她立刻与韩晓丽断绝任何往来 不料妻子的闺蜜突然离奇死亡 真凶竟是一个她非常熟悉的人 杀人凶手 恰恰是她的岳父 岳父被抓 揭开一段妻子的隐秘往事 那么她的岳父为什么要杀死女儿的闺蜜 妻子又对她隐瞒了什么 隐秘往事 眼悲剧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张海 是一个公务员 他的妻子杜娟经营一家美发店 他们有一个七岁的儿子 结婚十年来恩爱如初 过得幸福美满 但是自从杜娟的美发店 来了一个名叫韩晓丽的新员工之后 张海就发现杜娟有了一些奇怪的变化 杜娟和韩晓丽 在一起的时候总是神神秘秘的 张海万万不会想到 就是杜娟这些神秘的变化 已经开启了她家庭崩溃的倒计室 那么这个韩晓丽是个什么来头呢 这一切还要从韩晓丽的道来说起 半年前杜娟又开了一家新店正在招人 一天杜娟的父亲对杜娟说 她要介绍一个人来美发店工作 这个人就是韩晓丽 当杜娟见到韩晓丽的时候 愣住了 瞬间她喜极而起 将韩晓丽紧的拥抱在一起 她和韩晓丽是什么关系呢 为什么杜娟会有这样的举动呢 原来杜娟与韩晓丽是一个村子里的同乡 十几年前他们一起在沿海城市打工 那个时候韩晓丽对她照顾有加 特别是杜娟的母亲身患重症 到他们所在的城市去看病的时候 韩晓丽给予过重要的帮助 韩晓丽来到家里以后 张海对她照顾有加 意图替妻子报恩 可让张海没想到的是 韩晓丽似乎并不感恩 在美发店上班迟到早退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并且妻子杜娟也变得奇怪起来 她似乎对韩晓丽有些畏惧 开始杜娟告诉张海 说韩晓丽对她家有恩 让张海不要太计较 可在后来张海竟然发现 韩晓丽有赌博的恶习 并且还经常领着杜娟一起去赌博 这可让张海忍无可忍 张海告诉杜娟 让她辞退韩晓丽 断绝与韩晓丽的来往 可没想到杜娟非但没有听从张海的建议 反而反驳这个张海说 今后你少管我店里的事 张海的一番好意 没想到遭遇杜娟这样的对待 张海一气之下就不再去杜娟的店里了 直到有一天杜娟的一个店员给张海打电话 说有人到店里来闹事 而杜娟又不让报警 差点把店都给砸了 张海匆匆忙忙赶到店里 这才发现是韩晓丽欠了赌债 被债主追到店里来要债 张海暴怒 连推带嗓赶走了韩晓丽 她给杜娟下了最后通牒 让她立刻与韩晓丽断绝任何往来 否则就与杜娟离婚 张海的暴怒还真吓住了杜娟 杜娟也确实没有再与韩晓丽来往 可张海发现韩晓丽离开之后 杜娟非但没有变得开心起来 反而更加的心神不宁 还偷偷地拿着手机与别人聊天 张海清晰地意识到 杜娟接二连三的怪异行为背后 一定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张海下定决心 一定要弄清楚杜娟背后 到底隐藏了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为了弄清楚妻子杜娟的秘密 张海决定到店里去寻找线索 结果发现了三张信用卡催收单 而里面的内容令张海非常震惊 信用卡的户主是杜娟 但刘的联系电话却是韩晓丽 张海决定找妻子杜娟当面问清楚 不料妻子没找到 警察却找上门来 杜娟涉嫌信用卡透支 长达半年之久 警方就以涉嫌信用卡诈骗罪 将杜娟回流了 杜娟为什么要和韩晓丽 共用一张信用卡 他们为什么透支八万多元 这些钱都花到哪儿了 隐秘往事 隐悲剧播出 刚刚起床的杜娟突然提出要回娘家 而张海也不动声色 杜娟走了之后 张海就赶紧到了杜娟的美发店 他向与自己关系比较好的店员 打听杜娟与韩晓丽的事情 店员告诉他 以前曾经偶然听到过 杜娟与韩晓丽在电话里争吵 好像与信用卡有关 听到这个消息 张海就偷偷地把杜娟办公室搜查了一番 果然在办公室的抽屉里 找到了三张信用卡的透支催收单 信用卡的户主是杜娟 但留的联系电话却是韩晓丽的 张海满腹呼吟 这杜娟与韩晓丽在一起在做什么 需要一起透支信用卡呢 为了解开心中的疑虑 张海马上联系妻子杜娟 但是妻子的电话怎么也打不通 就在张海交集万分的时候 妻子杜娟终于回家了 张海刚要上前质问妻子 谁知两名警察突然出现在门口 还没等他开口 警察就问他 你是张海吗 张海说我是啊 警察给他拿出一张拘留通知书 警察告诉他 杜娟涉嫌信用卡透支 长达半年之久 累计数额有八万余元 人家银行报案了 警方就以涉嫌信用卡诈骗罪 将杜娟拘留了 什么 刑事拘留 信用卡诈骗 张海都懵了 警察走了之后 张海回想起 他从杜娟办公室抽屉里 找到的那三张 催款单 似乎恍然大悟 但是张海坚信 以他家的经济条件 杜娟不可能投支信用卡 他想 这事一定与韩晓丽脱不了干系 张海要马上找到韩晓丽这个骇人精 说到这儿啊 咱得说说韩晓丽了 韩晓丽从美发店离开之后 与他人合伙开了一个婚纱影楼 张海疯疯活活地赶到了婚纱影楼 可没想到 店员说 他们也好几天没有见到韩晓丽了 并且公安局也在找韩晓丽 此刻 张海更加确信 透支信用卡的事与杜娟无关 一定是韩晓丽所为 韩晓丽一定是害怕追究责任 躲起来了 这个时候 张海去哪里找韩晓丽呢 他想到要去问问岳父 有没有见过韩晓丽 可当岳父听说杜娟被刑事拘留的时候 大惊失色 说他也好久没有见到韩晓丽了 岳父与张海 匆匆忙忙赶到了公安局 公安局告诉他们 杜娟参与信用卡透支是属实的 而且这个案子呢 与韩晓丽有关也是属实的 但是现在韩晓丽还没有抓获 案件又在侦破过程当中 没有办法给他们透露更多的细节 张海和岳父煎熬了十几天之后 警方终于找到了韩晓丽 不过不是活着的韩晓丽 而是韩晓丽的尸体 警方告诉他们韩晓丽被杀害了 而且是他杀 什么 韩晓丽被害了 而且还是他杀 到底是谁杀死了韩晓丽 为何要杀他 而此时妻子又去了哪里 他跟韩晓丽的死到底有没有关系 此时的张海又惊又怕 他担心韩晓丽这一死 妻子杜娟的冤屈恐怕说不清楚了 张海只期待早日抓获 杀害韩晓丽的凶手 以揭开谜团 又过了十几天之后 警方终于抓获了杀害韩晓丽的凶手 不过凶手的落访 非但没有让张海解开谜团 而且让张海瞬间崩溃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杀人凶手不是别人 恰恰是他的岳父杜娟的父亲 说到这儿 别说张海 换任何一个人恐怕都要疯掉了 前几天还与自己一起心急如焚的岳父 转眼之间就变成了杀人凶手 岳父可是把韩晓丽视为恩人 还是他介绍韩晓丽到杜娟的美发店工作的 可警方告诉张海 他的岳父参与杀害韩晓丽证据确准 而且他的岳父也供认不讳 妻子刚被拘留 岳父又变成了杀人犯 张海心急如焚 感觉天塌地陷 为了尽快了解事情的真相 张海赶紧聘请了律师 律师开展工作后告诉张海 案件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他的想象 直到此时张海才知道 妻子雪藏多年的一段秘密往事 原来杜娟在沿海城市打工的时候 被别人包养过 而这一切的幕后推手正是韩晓丽 那个时候杜娟的母亲身患尿毒症 到杜娟所在的城市去看病 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透析和换肾 但是这都需要高昂的医疗费 而家里唯一能挣钱的就是杜娟 但是杜娟作为一个初出社会的打工妹 她怎么可能负担起如此高昂的医疗费呢 杜娟眼看着即将失去生命的母亲 心急如焚 而情同姐妹的韩晓丽呢 也替杜娟着急 她一直想找个办法呢 帮助杜娟 韩晓丽告诉杜娟 她有一个好办法 可以帮助杜娟渡过难关 什么办法呢 韩晓丽认识一个有钱人 这个有钱人与韩晓丽和杜娟一起吃过饭 非常喜欢年轻貌美的杜娟 一直想通过韩晓丽与杜娟交往 可是杜娟知道这个人已有家世 并且比他大二十多岁 怎么可能和他交往呢 杜娟在经过几次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 走投无路的杜娟啊 默许了韩晓丽的提议 杜娟拿了这个有钱人的二十万元生活费之后呢 学习了美发手艺 她为了摆脱那一段不堪的生活 选择回家乡创业 而韩晓丽呢继续留在那里生活 渐渐的他俩就断了联系 没想到十几年之后 韩晓丽不但离了婚 而且还欠了赌债 被迫躲回了家乡 而岳父不知内情 把韩晓丽介绍到美发店去工作 韩晓丽到了杜娟的美发店之后 她看到杜娟有房有车有生意 丈夫是公务员还有了儿子 过着幸福的生活 渐渐的韩晓丽开始心里不平衡了 她觉得没有自己当年的帮助 杜娟不可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韩晓丽越来越感觉杜娟欠她什么 决定让杜娟对她进行补偿 在这种心理的作怪下 韩晓丽开始向杜娟借钱 开始杜娟出于感恩 也都会借给韩晓丽 可是韩晓丽都是有借无还 渐渐的杜娟开始蜿蜒回绝韩晓丽的借款 可没想到一天下班路上 韩晓丽竟然拦住了杜娟 又要跟杜娟借钱 杜娟也没有好气的对她说 韩姐 我都借给你三万多元钱了 你一直都没有还我 我实在没办法跟你借钱 可没想到 韩晓丽却阴阳怪气的说 那我就去找张海借吧 她如果知道你和那个人的事 一定愿意借钱给我 杜娟没有想到 韩晓丽竟然拿这件事来要挟她 她还能怎么办呀 只能妥协 打那以后 韩晓丽更是有恃无恐 隔三差五的找杜娟要钱 杜娟既要应付韩晓丽 又要安抚隐瞒丈夫张海 那一段时间杜娟心神不宁 夜不能寐 直到发生开头那一幕 也就是韩晓丽被债主追到美发店讨要赌债 张海才赶走了韩晓丽 可张海哪里知道 就在她赶走韩晓丽的第二天 韩晓丽就找到了杜娟 韩晓丽要与杜娟做一个一次性的了断 她要杜娟给她二十万元 韩晓丽说她要与其他人合伙 开一个婚纱影楼 只要杜娟给她这二十万元 她就与杜娟一刀两断 把那件事彻底的烂在肚子里 杜娟都恨死韩晓丽了 可她又不敢爆发 并且杜娟也想早日摆脱韩晓丽这个瘟身 可杜娟倾其所有才凑了十几万元 韩晓丽担心 万一这十几万她都拿不到手的话 那可就泡汤了 所以韩晓丽提出 其他的钱可以由杜娟 给她办几张信用卡由她使用 杜娟也顺势提出 信用卡可以办 但透支的钱必须你自己还 韩晓丽爽快地答应 其实韩晓丽另有盘算 韩晓丽心想 到时候就是自己不还钱 银行不还是找杜娟吗 就这样 杜娟以自己的名义 办了三张信用卡 交给了韩晓丽使用 韩晓丽之后呢 也确实与他人合伙开了婚纱影楼 也确实再没有找过杜娟 杜娟暗自庆幸 自己摆脱了韩晓丽这个瘟身 可他想错了 魔鬼是不会变成天使的 仅仅四个月之后 杜娟就收到了银行的催款单 因为韩晓丽透支了八万多元 银行给韩晓丽打电话 韩晓丽呢拒不还款 最后为了躲避还款 干脆换了手机号码 躲了起来 银行没有办法呢 就把催款单寄给了杜娟 杜娟呢就找到韩晓丽 要求韩晓丽还款 可是韩晓丽非但不还款 还又无耻地提出 向杜娟要钱 杜娟都快气疯了 但是他无法爆发 杜娟清晰地意识到 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 他的幸福迟早会在韩晓丽的手里 渐渐地一个可怕的念头 冒出了他的脑海 他要除掉韩晓丽 杜娟的父亲得知女儿苦中后 决定悄无声息地 帮女儿干掉韩晓丽 父亲告诉杜娟 他只要把韩晓丽骗到家里就可以 其他的事都不让杜娟参与 杀死韩晓丽后 杜娟的父亲抓捕不一样 面对警察的询问 他极力否认女儿杜娟 跟韩晓丽的死亡有关 他为了保护杜娟 连夜撞墙自杀为苦 被送医急救 那么作为共谋者的杜娟 能否逃脱法律的制裁 而韩晓丽恶意透支信用卡 杜娟应不应该承担责任呢 隐秘往事 隐悲剧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其实杜娟借口回娘家就是找父亲商量对策去 无助无奈的杜娟 把自己的过去 以及韩晓丽如何要挟敲诈自己的过程 向父亲和盘拖出 当父亲知道 女儿为了挽救母亲的生命 竟然牺牲了自己的清白 而自己还不知内情 把韩晓丽介绍到美发店去工作 现在韩晓丽眼见要毁掉女儿杜娟的生活 父亲绝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 韩晓丽毁掉杜娟的生活 父女俩伤了两天之后 他们决定设计除掉韩晓丽 他们打算假借给韩晓丽借款 趁韩晓丽不备将韩晓丽杀害 拿定主意之后 父亲告诉杜娟 他只要把韩晓丽骗到家里就可以 其他的事都不让杜娟参与 之后杜娟给韩晓丽打电话 他说为了避免让张海知道这件事情 要韩晓丽到自己父亲家里来拿钱 而且为了逼真 杜娟还提出韩晓丽拿了这笔钱之后 必须立刻离开本市 韩晓丽又是满口答应 因为韩晓丽不但欠了赌债 而且引楼也经营不善 他巴不得早日离开本市 之后杜娟借口出去旅游 走了两天 以造成自己没有做爱时间的假象 可没想到他刚回到家就被警察刑事拘留了 因为信用卡是以他的名义办的 而几个月之后都没有收到回款 打电话呢 韩晓丽换了电话 催款单寄给杜娟呢 也没有回应 银行呢 就报了案 警方就以涉嫌信用卡诈骗罪 将杜娟拘留了 我们再说杜娟父亲这一边 杜娟走了之后呢 杜娟的父亲就开始做准备 他把家里使用的绳子剪下了一段 做了一个绳套 放在不易被发现的地方 韩晓丽来了之后 杜娟的父亲笑脸相迎 让韩晓丽坐下 他给韩晓丽呢 去拿钱 然后趁韩晓丽不备 将韩晓丽勒死 但是由于当时啊 过于紧张 他都忘记了把绳套 从韩晓丽的脖子上剪下来 就连夜把韩晓丽的尸体 埋到了山上 可那一段时间呢 正直雨季 山体发生了滑坡 韩晓丽的尸体暴露出来 警方经过走访得知 有人看到韩晓丽 去过杜娟父亲的家 警方立刻搜查了 杜娟父亲的家 把找到的绳子 与韩晓丽尸体上的绳套 进行比对 很快锁定 杜娟的父亲 就是杀害韩晓丽的嫌疑犯 杜娟的父亲到案之后呢 对杀害韩晓丽的行为 供认不讳 但是他坚称 杜娟与此事毫不相干 并且他为了保护杜娟 连夜撞墙自杀卫骨 被送医急救 警方虽然还没有掌握 杜娟涉嫌杀人的证据 但是种种迹象表明 杜娟不可能与此事毫不相干 警方就提审了杜娟 当杜娟听说 父亲为了保护自己 竟然撞墙自杀时 他禁不住内心的煎熬 痛哭流涕 他要替父亲分担罪责 他主动供述了 与父亲合谋 杀害韩晓丽的经过 警方也确认杜娟主动供述 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实属于自首 检查机关以杜娟的父亲犯 故意杀人罪 以杜娟犯故意杀人罪 和信用卡诈骗罪 将他们父女俩起诉到法院 杜娟及父亲对故意杀人罪 都表示认罪 但杜娟的辩护律师认为 尽管信用卡是杜娟办的 但是恶意透支的不是杜娟 而是韩晓丽 因此杜娟不应该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那么杜娟是不是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要讲述的法律概念 信用卡诈骗罪 信用卡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违反信用卡管理法规 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犯罪合同 骗取财务数额较大的行为 这里所说的利用信用卡诈骗 就是指利用假冒的信用卡 作废的信用卡 或者冒用他人的信用卡 进行恶意透支 所实施的诈骗犯罪活动 简单而言 就是利用信用卡所体现的信用 而实施的犯罪活动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防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 具体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六条规定 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 并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 超过三个月仍不归还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196条规定的恶意透支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196条 第二款规定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一 明知没有还款能力而大量透支 无法归还的 二 肆意挥霍透支的资金无法归还的 三 透支后逃逆 改变联系方式逃避银行催收的 四 抽逃转移资金 隐匿财产 拒步还款的 五 使用透支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六 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归还的行为 办案当中信用卡是以杜鹃的名义去办理的 但是杜鹃没有使用信用卡 也没有恶意透支信用卡 这一切都是韩晓丽在明知自己没有还款能力的情况下 恶意透支信用卡而且拒不还款 并且还换掉了电话号码藏匿起来 所以韩晓丽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而杜鹃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但是基于合同关系 杜鹃对于韩晓丽恶意透支拖欠的银行款项 还是富有偿还义务的 简单而言就是说杜鹃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但是韩晓丽透支的钱她还是负责偿还的 最后经过法院审理 认定杜鹃构成故意杀人罪 但因为杜鹃有自首行为 而且韩晓丽作为被害人也有过错 所以对杜鹃的从轻处罚 判处有期徒刑15年 杜鹃的父亲构成故意杀人罪 但是因为韩晓丽敲诈勒索过错在先 判处无期徒刑 韩晓丽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但因为韩晓丽已经死亡 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一切都结束了 谁能想到患难姐妹的情谊会以这样的形式结束呢 韩晓丽为了她的贪婪而付出了生命 而杜鹃也为自己的不理智深陷牢狱 杜鹃悔恨自己被他人包养 尽管他是为了挽救母亲的生命 他悔恨容忍韩晓丽的敲诈勒索 然而这一切悔恨都源于他走错了第一步 而张海也自责自己没有及时发现妻子的隐痛 他更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个残缺的家庭 观众朋友 人生是一趟有去无回的单程旅行 起点一定要选对 如果人生已经选错了过去 那么一定不能选错未来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夫妻俩求医问药十余年 四十多岁终于有了个儿子 夫妻俩发誓要给儿子最好的生活 二十年后儿子长大成人 给父母惹出无数烂摊子 我今天就要立遗嘱 一分钱都不会给你 为阻止父亲立遗嘱 儿子情急之下打伤父亲 后果又会怎样 讨好老子成一子 明日播出